朋友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上波斯人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中國人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一開始村民會加3 但是肉會減200 所以一開始肉類是非常缺乏的 一定要把這個村民拉到tc下 直接全部拉了量才這個羊肉 那待會這個肉大概第二隻出來的村民就要去蓋房子 或第三個 第三個也可以 出來的村民去蓋房子 然後才可以不會卡人口 那肉類的話一開始要提早把這個羊或豬趕快拉回家去吃 避免會斷肉 肉的方式的話也是要手中去放的 所以中國前期開局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中國這個文明比較算是全能的文明 這步兵還有騎兵工兵 這工坊都會全滿 都還不錯 那順便講一下 最近可能會拍改版的資訊影片 那最近四季帝國終於有重大消息了 就是我們的四季帝國二代決定版 總共有超過70個文明的改動 就是科技改動 聽說是這樣子 我也不確定到底是怎樣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改動還蠻有趣的 那近期大概過個兩三天之後 等我拿到正式測試版的檔案之後 如果有拿到的話就來拍影片跟大家來敘述一下 這個改版資訊 好 那中國我們繼續講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的話還是比較偏向於工兵文明 那這個工兵文明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這個中國聯儲 這個聯儲兵非常強悍 基本上沒什麼害怕敵人的單位的 他的最大的問題就是手比較短 所以比較害怕奴炮啊 或者是頭子車這類的單位 中頭一發就可以把這個中國聯儲 全部打倒非常強悍 所以中國人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 射程不足的問題 那基本上他要轉什麼兵都很ok 轉什麼駱駝啊 強奴 步兵 呃 吉利兵喔 之類的都可以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中國人我還是比較喜歡他的這一點 就是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波斯 波斯人的話最大特色是TC應轉的速度 是非常快速的 是旋有性裡面的速度最快的 所以到城堡時代之後 村民的產量應該是最快速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文明的特色呢 是也算是接近全方位的文明 他只有波斯弓兵沒有三級色以外 但是也沒有槍弩啦 但是他的波斯弓兵是不需要黃金的 就可以製造的單位 所以到了後期 這個殘局的時候 打這個波斯弓兵 其實是蠻強大的一個存在 那中期部分 比較多的還是會打這個遊俠 或是駱駝 去做一個針對對手的處理 那步兵單位也是看機會出來 我並不太建議波斯打步兵 但是他步兵有三級防三級攻 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我覺得波斯人最大特色 還是有遊俠又有駱駝 又有這個重裝駱駝的一個玩法 就讓他在騎兵戰來說 彈性會更好一點 好那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我看一下兩邊的打法 那中國這邊 欸 中TC C 我就知道 這裡要中TC 好 那波斯這個文明喔 最大的特色是 我剛剛講過了嘛 就是騎兵的單位喔 所以應該 封建時代喔 兩邊都是會打一個赤猴開局 因為現在看P數喔 波斯這邊是一個 19P 應該算是20 應該就19P啦 正常的 那這邊看起來是少一個人口 是因為那個赤猴的關係 那這邊應該會打洛馬開局 好 那這邊波斯很標準喔 打一個 一級農一級木 那刺口也是更暗了 那順帶一提喔 這個影片是 我有重製喔 那剛剛喔 我錄完這部影片之後發現 爆開了 那英國又壞外了 感覺是我這個直播控制器喔 昨天在一些設備調整的時候 導致他有點 那個怎麼說 就是他的設定又自己跑掉 那個錄音軟體 錄製軟體真的很智障喔 我只要每次去改一點設定 或是動一下我的直播設備的時候 他全部都會重新跑掉 但是他並不會告訴我他會改動設備 然後我又看了一下 欸 有那個錄音條在跑 我想說應該就沒問題 然後結果錄完才發現 又沒聲音了 聲音鬼又爆炸了 那個 自從換了新的麥克風 一直有這個問題 但我也找不出原因喔 到底是為什麼會讓他會自動去更改 因為我開Discord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說 欸你這個音軟 麥克風 找到新的麥克風 要不要換新的啊 我想說奇怪怎麼又找到新的麥克風 我不是只有一個麥克風而已嗎 呵呵 好 總而言之喔 就是這個 新的直播設備喔 我可能還是需要再去熟悉一下 會比較好 不然這個常出這種爆 我也是很頭痛 好 這邊抓到一村應該是沒問題 哇 這邊直接用刺頭抓到了 那這邊 有一定會問說 為什麼每個高手 開局都一定是肉馬開局 不會有那種工兵開局的 21匹小工開局之類的 有是有啦 但是偏少 那主要是因為 肉馬開局這個方面 優勢太大了 好 這邊還燒上這隻馬 還不錯 就是你馬 可以去壓制對手之外 也可以去探圖 應該先看一下對手的一個金礦點 資源點在哪裡 那你中後期 就可以去做個針對 機動性來說 實在是太好了 你可以熟知對方的地形 那還可以找聖物 那如果你是工兵開局的話 地圖探索的話 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我覺得 這個方面來說的話 刺頭開局的好處實在太多了 而且還有可能 去抓到對手的殘血村民 或者是落單村民 像剛剛這樣直接抓到一村 這樣就很賺 那工兵方面的話 其實蠻困難的 抓到對方這種 殘血村民啊 或者是 抓到後面有落單村民 因為你要走到後方 實在需要花太多時間 你可能走到一半就被攔解了 你兵不過多的情況下 也有可能會直接被吃光 所以刺頭來說 是前期爆發性很強的一個單位 然後又可以做到不錯的壓制力 給一個選擇 我個人也是偏向於出落馬開局 但事實上我玩波蘭的時候 我更多是出公兵開局 因為你玩波蘭的話 大部分的人就會說 這個波蘭一定是落馬開局 結果你一打公兵開局 對方就傻了 你怎麼打公兵 然後我之後又再轉 落馬 然後再轉騎士開 你說好打公兵喔 就這樣子喔 在我們這個分段 1600分的玩家 遇到這種像我這樣一直轉兵的 他們會覺得很困惑 甚至覺得有點難打 因為他以後要被迫轉兵喔 導致他前面出的兵太多了 後來一段時間一直被我count 然後很容易就反打回去了 這個是我自己的心得啦 那目前看起來波蘭農的方面還算是不錯的 哇應該是一大片田 19隻村民喔 應該是18村 最近還說是18村 喔19村 好沒錯19村 好那中國這邊的話稍微少了一點點 肉類採取稍微少一點點 但沒有關係喔 那看起來是因為波斯黑亞這邊沒有出太多肉 所以這邊應該可以第一時間上到城堡時代 那如果他是要不出兵防守的話 那應該是要圍死的 他這邊也努力在圍死 但這邊還是有漏洞 還是跑得進來 好那這邊又要帶來找個殘血村民打 欸這邊直接抓到一隻殘血的農田村民 哇直接在TEC嚇死 抓掉了一村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赤吼的一個優點 優點就是在這裡 他主動性太強 你沒辦法去阻止他 是很困難 那這邊還有拉了幾隻長槍兵 跟這個 弓兵喔 那其實黑拉裡面是有 是有一些單位的 直接過來做防守 直接解掉了 那黑拉這邊是比較慢一點 點一下城堡時代的 右這邊是比較早點的 那這時候點一下品種科技 還蠻早點的 他確定這邊那麼早點是為了什麼 這邊是要打馬功嗎 看起來有點像 好這邊再打個一波 兩邊血量交換掉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三隻 哇三個射箭場 已經是馬功了 好那馬功開局 馬功開局的話 中國這邊的話 就不能第一時間開TC了 因為你的木仇的需求量 會被你的馬功佔助 那馬功你在前期要打出東西來的話 一定要有一定的數量 大概至少要十隻左右 才比較能抵抗對方的騎士 或者是 輕騎兵的追擊 前期 波斯應該也是會直接打一個騎士爆 會居度 但是這邊已經看到馬功出來了 所以這邊就直接轉戰矛 而不是騎兵凱 不然你看這兩個馬就 他已經是準備準備 要好出這個騎士去填壓了 因為波斯前期的肉量 會稍微多一點點 這個時間點 可以把這些肉量 轉成這個騎士 去做個針對動作 會更好一點 但是遇到對方出馬功的情況下 其實不太適合直接出騎士 就是跟對方硬打 因為 他只有第一波有騎士數量 他後續騎士上是跟不上去的 所以 最好的方式是直接轉戰矛兵 去跟對方打會比較好 直接看著對手的馬功 因為他這邊3TC 肉量消耗量太大 不太適合去出這個騎士 去做反擊 最主要原因是這樣子 好 配到這邊很順利的 開出了3個TC 3TC開下 中國 右這邊也是選擇開了3TC TC開的時間算是偏慢了一點 但沒有關係 這個時間點來說算是OK的 畢竟自己出了這麼多馬功 大概快10隻了 這10隻就有一點威懾力了 那裡面有戰毛病 還是得退 這邊是分兩隊的樣子 對 這邊還有一隊 好 下面開了一個BK 看來要投車開始強軍式壓制了 因為又知道不能讓波斯農得太爽 如果看他靜靜的農 農得輕輕鬆鬆的話 他後面會很難打 因為波斯村民的這件招數太快了 但現在已經68吋了 領先大概約13吋的村民 非常的多 那波斯這邊的一個重點 是要怎麼去解決這一坨 馬功之外還有托子車 所以待會還稍微轉一點騎士 或者是駱駝出來擋會比較好 好 那這邊駝車輛才越來越多 這兩個還在探視野 好 那黑仔這邊完全沒有主動權 可以去外面排 撿這個聖物 只能被關在家裡了 有點可惜 那這個時間點就是又去撿聖物的一個好時機 那還有成軍式 那現在應該也不是撿聖物的時機點 剛講完就下塑造院了 好 塑造院下去之後 前線的馬功也可以做一點補血 那也可以去阻止 少量騎士過來拆頭車的一個動作 所以現在這邊的用途是這樣子 還好波斯的這個TC血量是兩倍的關係 所以TC爆非常有優勢之外 被對方拆TC的時候其實沒那麼快倒 你看一般來說這個時候的 其他文明的TC已經要被拆爆了 2400滴血 直接就沒了 好 那這時候有人會說 欸為什麼黑仔這邊要拆個箭塔 最主要因為是箭塔 它的射程是七弓喔 那TC是六弓的關係 所以是沒辦法反擊頭石車的傷害的 但是箭塔卻可以喔 但缺塔如果要射出大量箭矢的話 也是要去派村民喔 住宅在裡面喔 才可以射出大量箭矢 那這邊的話如果要蓋起來 其實是有點硬要蓋的 這邊看來是想要稍微抵抗一下下 然後這邊可能要被收緊吞 騎士要直接上來了嗎 沒有選撤退 那升旅還是要退一下 這邊騎士如果直接上下去的話 可能會送光喔 送光之外可能投射也解不乾淨 然後這邊升旅稍微抖動一下 躲了一下在毛的傷害還不錯 然後這邊箭塔趁機機會趕快蓋起來 OK這個鳥王塔蓋起來之後 就可以開始對這個投石車 做一點反制了 這邊騎士沒有空好 好像直接繞到後方 是故意的嗎 好像是故意的 這邊騎士直接抓村民 這個有點賺 那這個就是剛剛說 箭塔的射程就是 可以反制了 所以這邊應該要拉一隻村民去修理頭撐 那這個反制效果其實要用到兩根 或是三根箭塔來說會比較有用一點 第一個人來說就是有點小老小鬧 就是 你懂的 可能實質效果不 不強 但是還是 會讓對手稍微有點壓力 好 這個投石車 有點微妙喔 從下面出來 這個投應該是可以偷到一兩台 因為這個是沒視野的 直接砸了一台 右邊直接倒了一些戰矛 但沒有發現 直接被砸掉兩台投車 哇 這個投車價值連城 但是他總是這邊出來的話 勢必會被對方的 騎士給直接抓掉 這個投車是兇多棘手 偷偷砸了一發 OK 沒了 OK啦 這邊喔 現在開始用騎士 去攔截馬功 支援的路線 看他沒辦法這麼順暢喔 讓這些馬功速集結動作 欸 這邊直接貼上去打 其實蠻賺的喔 因為馬構的功速其實是很慢的 騎士攻擊速度還是快了一些 砍掉了蠻多的馬功 這波蠻賺的 好 這邊直接一個大千席 是要來蓋城堡嗎 這邊城堡是要蓋哪個位置呢 蓋這裡嗎 要來守墓區 好像有 好像有可能 好 城堡是蓋這個位置喔 先守住這個主晶 還有TC附近的農天 其實是一件蠻好的事情 待會喔 這邊就可以守住 正面來說也不會壓力這麼大 待會要解左邊這一坨 投車也比較簡單 欸 如果他這裡面要繼續進攻了 OK 這邊騎士直接抓到兩台投車很賺 賺了賺了賺了 失敗投車 輕鬆解掉 又這邊被稍微反打了 回去了一點喔 但村民是有點拉平的 那黑達這邊的TC優勢 就沒這麼大了 這邊是4TC Kaino 其實跟他POSE的3TC效率是差不多的 但黑達這邊守住之後 馬上也開下第4個TC喔 要來這個讓經濟再更好一些 那我覺得 Kaino這邊的打法喔 算是比較 正常的開局 就是投車啊 或者是戰毛兵喔 騎士版式 但我覺得剛剛他的騎士有點太偷了 遇到工兵馬公路線 而且居然是連異房都沒有點 這個有點太偷機了 偷的有點側點 我個人的話還是會比較偏向 點這個異房 但他這邊不點異房 主要是因為是想要先讓速量起來 有一定的威懾力喔 再來就是 他這個沒有點異房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村民的 村民的肉量消化速度太快了 所以他只能勉強抵出這些騎士之後 然後再去讓村民有足夠的肉 繼續生產 所以這個異房一直沒有點喔 可能是這個原因 最主要我覺得應該是這些原因 好 那中國在中間喔 蓋起來一根城堡 那根城堡位置就不錯喔 中間有這個高點 然後還可以守住這塊TC石頭 變成一個中繼杖 其實還OK 好 並沒有太差 那兩邊城堡的距離喔 也是差不多近 好 那這邊順利把對方BK給拆掉了 這邊馬公想要秀一波操作 射掉投資車嗎 直接貼近射掉 完全沒有空 OK 轉了一台投車 我覺得世界帝國士應該也要改成這樣子喔 像用弓箭可以拆掉投車這樣子 不然這弓箭遇到投車正是毫無招架之力喔 好 這邊直接把騎士喔 放到城堡裡面補下血 兩邊都準備上到帝王十代喔 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馬公應該是進不去喔 好 騎士出來 站毛邊繼續追 好 但是這邊上方喔 中國又開始要把這個城堡往前推了 帝王十代開始投車開拆的一個路線 好 這邊要按了一些少量的中國連路 連路兵大概按大概十隻左右 殺傷就會非常誇張了 那如果要秒掉騎士或遊俠的話 至少25隻或20隻左右 會比較好打一點 好 那這邊中國又轉出了弱駝的升級 那黑亞這邊也是轉出了弱駝 那我們剛好說喔 兩邊都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對方打什麼 自己轉兵的一個打法會比較靈活一點 比較不會有那種情況出現的就是說 對方打騎士了 你一定只能用擊兵去做counter 也是有弱駝這個選項的 弱駝這個選項就不錯 那中國現在這個有一個優勢了 就是他上到地龍時代 有這個科技減免的效果 那他這邊升科技來說 畢竟沒有太大的壓力 但是黑亞這邊升科技 就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 去做一個升級的動作 那中國這邊的優勢就非常非常的大 那這很明顯 那省下來的這個資源 就會去多出點兵喔 或連路兵啊 或是頭車都可以 那這邊四巨頭應該守不住了 果然爆開了 好 駝駝這邊升級好 三級馬駝有點下了 那右這邊升級是二級東等化 三級拔木 那能力來說 中國這邊算是一個比較好的發展 那黑亞這邊資源都非常吃緊喔 還需要靠一點買賣喔 去換點資源 那右這邊燒的都很極致喔 左右兩邊都各...各處開工 好這邊還蓋個城堡還不錯 這個城堡蓋下去 就比較安心一點 好 然後這邊這兩隻馬駝好像沒有看到 那再看正面這邊 他太怕了 這邊 單位一跑掉 對方就直接硬拆巨頭了 但我覺得這個巨頭應該是要跑了吧 這邊 本來是高地耶 這樣砸到的話 會直接收掉了 唉 沒有砸到了嗎 沒中 白一發 跑掉喔 OK 剛好跑掉了 又沒跑掉應該就爆了 好 那... 右這邊點下三攻 但黑亞這邊還是一攻喔 連二攻都還沒有 就在升級 那... 不知道是不是黑亞這邊看到 對方在升級喔 還是... 這邊要直接做強攻了呢 這邊其實他的駱駝士有一個優勢帶喔 三攻三防都好了 7加4 0加4 那對方駱駝士0加4 7加1喔 這邊如果硬打上去的話其實蠻賺的 好 右這邊直接一片展開 要來跟對方做個抵抗 那看起來 出量上來說是... 差不多的 沒有 這邊黑亞的出口 出口的出量是... 比較多一些的 但是 由於沒有三攻的關係 可以對方按著低傷打的感覺 哇 這邊好像眼貝 雖然毛兵也是在後方 努力輸出... 打攻 還是自己的路口 生命已經全部倒光了 右這邊利用自己有三攻的優勢 去捕捷 玩滅對手 黑亞的 駱駝單位 駱駝單位全部死光了 那這邊已經聞說 欸那趕快啊 趕快點三攻 那它現在這裡也不是點三攻的實際喔 現在單位 數量上是 失誤狀況喔 現在去點三攻的話 肯定會死得更長 那時候趕快去 補一些駱駝的處 先擋一下會更好一些 好當然喔 駱駝數量好了之後 穩定之後 再趕快去補一下 3級攻會更好 好 黑亞這邊 直接按一下 哇 超多馬就直接爆了駱駝出來 那右這邊也做了一個買賣喔 稍微買賣一下資源 海盜一千多肉 這邊可能要轉一些新騎兵喔 這邊中落聯弩 打這個駱駝傷害是非常高的 好這邊駱駝數量有點多了 25隻 25隻直接上 雖然還沒有三攻 但直接打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有什麼處理也要過來修理一下 這邊就有個閃陣 開打 哇 這邊村民直接被冰斗回去 第4台被拆到只剩一台 第4台也要難逃 被拆毀的命運嗎 但是這個城堡傷害實在太高了 這邊是三根城堡 好 好 黑拉這邊決定轉成三攻 還有這個輕騎兵的升級喔 果然還是要轉一下輕騎兵 因為待會他的肉量可能會蠻多的喔 但他騎經濟力還沒有到非常好 這邊村民其實是可以再繼續按的 但他認為可能覺得村民先到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還是要先把這個軍事給穩定起來 先把一些肉投資在軍事上會比較OK一點 畢竟他現在是屬於烈士狀態 哇 又這邊 又放了超多的輕輕 來這邊抓村民 還抓到了 近況處的村民跟伐木工 好 這邊分兩隊 看這邊1分隊之後 對方齊敏會直接上來硬打嗎 但上面還是有駱駝的 戰功快要好 手推車補效 王中武連弩兵 繼續開射 哇 怎麼弱頭直接倒了兩隻 一橙子也要倒了嗎 哇 直接殘血 那 關於連弩兵要不要生精銳這件事情 我們之前有考論過 我的結論是 如果對方沒有出中頭的話 就不用升降 如果對方有升的話 就可以考慮升級一下 因為血量會稍微提升一點點 稍微可以抵擋得住頭側的傷害 那如果是 如果你想要傷害更穩定一點的話 直接點火箭技術 加這個連乳兵就好 因為升級之後 雖然劍持數量會變多 但這個射速會變慢 所以有力就有力 那我覺得可以讓你升級一下會比較 怎樣多一點 你能力有提出的 哇 這邊 黑拉打得不錯 直接爆上來正面的馬層死光 可以看到連乳兵 直接一直節節敗退 那後方有雙城堡 如果再繼續堆下去的話 可能自己的落腿也是要送光了 這邊見識真的有溝通 好 黑拉這一波 絕地大反擊 但這邊反擊沒有帶任何的工整器 也有點兩敗俱傷的一個狀況 好 黑拉這邊想要來偷拆這個城堡 想要直接切他中路 原來是 赫師傅啊 這個中路怎麼能切進去呢 好 反而等一下的火箭技術 那金瑞應該就不會升了 他應該是想要來全力爆這個 連乳兵的一個BPS的傷害 直接抓第二台投車 沒問題 第二台應該也是輕鬆拿下 因為剛剛駱駝送光了 沒有任何的駱駝會來做支援 那這邊黑拉就可以考慮轉一些波斯弓兵 這邊再補出個射箭場 那波斯弓兵點下之後 就不用黃金喔 就可以採工兵出來 採工木頭 好 這邊果然點上奴兵升級 這裡城堡交叉火力 應該很快就可以擋住這一波熱燒了 哇 這邊被塗的村民太多了 黑拉這邊死傷有點慘重 哇 這邊各處都在騷擾 哇 用一隻一滴血的馬弓去打 太狠了 好 點下波斯弓兵 還有10秒 那千奇卡亞這邊經濟已經歸零了 但又這邊還有一些經濟 而且這陸連乳兩台巨頭都還在 這邊進還是沒問題 那這邊可能在補一些弱馬 稍微來擋一下對方的輕騎兵攻擊 應該就可以守住了 好 這邊努兵開始按一下 來 這邊黑拉搭出了聚聚 應該是黑拉這邊看到巨型投石機兩台 他解決不掉了第一時間 那這個城堡掉了之後 上方金礦術跟大量的伐木工跟農田村民 都會需要撤離 但是撤離的話 左邊這邊也是 黑拉也是繼續做騷擾 一旦沒有了城堡的城堡的防守之後 就會有點難防守 那黑拉可能顧慮到這一點 雖然後期有這個免費的波斯弓兵可以繼續打 但他認為 又的這部攻勢打得非常漂亮 所以他覺得 反正打到後續就變垃圾的時間 被對方慢慢的一直 慢慢剝削下去而已 好 我們來看經濟 經濟的部分是 由黑拉這邊是拿到一個優勢在的 那右這邊的話 看起來經濟也不錯 而且生物有三個 卻還是總分數 輸了一點點 那主要還是因為 波斯的這個村民生產效率 實在太好了 所以村民上 雖然一直有騷擾 稻的感覺 但其實上 波斯的這個村民 還是有在做這個經濟採集的動作 所以資源來說並不會太差 但中國這邊 右這邊拉了非常多的一個輕奇病 還有前期的騷擾 確實也賺到非常多的甜頭 我們來看完就知道 這邊黑拉 黑拉死了77吋 但右這邊只死了49吋而已 哇 這個村民術大概差了 就快20幾吋 這個村民術 差距就知道有多大了 雖然這個有優勢 但持續一直被壓制的情況下 所以黑拉的經濟雖然也小贏 但右其實也不差 因為他被煞的村民 都是被派到前線 去蓋城堡或是修理的那些村民 實際上傷到他的經濟村民 並不太多 雖然也是有 你看這邊還是有少量的屍體 但跟黑拉比起來 黑拉還是損失比較慘重一點點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同樣把城址刀下來 這次下都要不是 人垂直達 後遅頓是